是来喝早酒的吗 您今天应该有80了吧 86了这位老师吧 他喝几杯啊 喝三杯啊 厉害厉害厉害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早酒确实热了 早酒开始吧 我们今天是在湖州新市镇 这是叫里亚大羊肉店 大家看一下 天还没亮了 已经开始喝早酒了 现在是凌晨五点 有人应该已经喝起来 都有一点白的 现在羊肉要出锅了是吧 哎 现在有人在吃了 新市的羊肉都是带皮的吗 带皮的 这杯羊肉是多少钱一斤啊 我买95块 吃骨头的 哇 这边是什么 这边的鸭掌 鸭掌面 捆起来的那个是 白宝 天杖包 像这边早上喝酒的话 他们一般点多少羊肉啊 一份 沾手带面条 哦 带面条 加一份面 哦 这肉很烂哦 嗯 我们这里吃 一般都是吃葡萄的 吃葡萄啊 酒怎么卖的 酒嘛 看他们自己的 要吃好一点 那么好一点就酒 差一点的嘛 中式上有的 多数钱的 哦 也是随便吃是吧 黄酒还是白酒啊 白酒 大家看一下 这是正宗的土灶羊肉啊 里面火还没灭呢 对啊 三十多年了 哦 李老大羊肉是吧 对对对 李老大羊肉 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 八瓶的一瓶一瓶的 哦 这是白酒还是烧酒 白酒啊 白酒啊 哦 大来的是吧 就是这样子 散白 散的 五点不到就有人了 几点钟人多啊 嗯 六瓶钟左右 六瓶半到六点钟左右的人再多了 老板喝不喝 不喝酒 他不喝酒是吧 他喝不来啊 他不喝酒 天冷嘛 吃鸭脚 天冷了都一百多吃羊肉了 哦 吃羊肉的人多了 然后一般他来说好的 十五个人 九个一个不吃羊肉吗 吃鸭脚 老酒老酒 白酒是吧 白酒 每天都喝早酒吗 每天天天来的 这这碗多少钱 三十五块 哦 三十五 每天三十五啊 哎 这像这边生活条件好 好吧 经济 经济条件好 不是经济条件好 喜欢喝 喜欢吃 一般喝几杯啊 一杯 一杯 这个不能夹 哦 就一杯是吧 一杯 就能喝得下 一斤都喝得下 一斤都能喝下是吧 是啊 哈哈哈哈 那就是没时间喝 早晨喝一杯正好 对 不能多 嗯 哦 这是配一杯茶 嗯 新市这边是不是喝早酒有传统啊 多啊 不得了啊 四十年 四十年啊 几十年了啊 哦 六十八十年啊 二十七十喝酒喝的 新市是一个古镇 已经一千七百年历史了 它这个羊肉都一千多年历史了 这个是当地的土酒是吧 嗯 什么时候多少度啊 四十二度啊 四十二度啊 老板您是阿大是吧 我阿大 九阿大 老板特别高兴 他昨天得了一个银牌 嗯 就是羊肉节的银牌 是的 然后 他给了 大家看一下 给了两万的奖金 特别高兴啊 老板您做羊肉做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这是自己学的还是家里面长辈床呢 有师傅教的 哦 有师傅是吧 有师傅教的 哦 张艺品名师 张艺品是吧 嗯 阿德 王阿德 王阿德教的 他是手艺手艺的 就是烧羊肉 哦 要看一下烂不烂是吧 嗯 烂的就放上面 对 多烂 羊肚 羊肉 很烂的 这边他们喝酒好像喜欢吃那个羊脚 嗯 羊脚嘛 有骨都没有咬进去 哦 啊 才看他们自己醒来呀 你要说一点的 说一点的 要带谁的 带谁一点的 上台湖的锅 上台湖是这锅多了 哦 酒倒下来了 这个酒很烤的 这是自己带的 还是他这边的 这个带的 这个我这个酒 这个带的 哦 你们都也自己带酒是吧 可以的呀 嗯 这个面 是不是就是这边说的酥羊大面啊 对呀 就是酥羊大面了 这用的是什么羊啊 胡羊 哦 这边都用胡羊啊 我们来本地的胡羊 这碗就是35是吧 这碗他们说少一点 有天使他们少一点 我们这里有拜交 有前交 拜交25 前交35 哦 25的话酒也随便喝 哎 昨天说好的 哦 订好的是吧 要在外面 13个人13个人喝早酒啊 哇 吃的早香羊肉香 开锅羊肉香 哦 早晨刚开锅的羊肉香啊 哦 还是有人喜欢吃鸭脚面啊 这鸭脚面 有啊 那他们几个人来 没有一个不喜欢吃鸭脚面 我们后面还吃几个鸭脚面 哦 鸭脚面是多少钱 你是 鸭脚面不加量吗 15块 要加了才能加上去 今天我们见识到了 新市镇的苏羊大面 还有苏羊大面 他呢 不是本家的 他听起来 我是江苏的 哦 江苏过来喝早酒的 来喝 对 那一片让我们喝的 经常过来喝是吧 这是我们老乡 哈哈哈 这两位师傅 没喝点酒啊 我也要开车的 哦 哦 要开车的 哈哈哈 86岁了 86 86岁 嗯 听听听说 你娘的咋不吃 咋不吃的你吃 哎 快吃的吧 哎 哎 哎 能看出了 这边过来吃饭的 都是熟人啊 好像都是老熟人 嗯 他 你们家 咋不吃 酒也准备好了 哈哈哈 酒给大爷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大爷您喝了多少年了 早酒 呃 这个 十十年了一点 你喝了四十年了 就是早酒啊 嗯 我早 我早 早呀 喝两杯是吧 嗯 四两 哈哈 哈哈 你的 八十六 三四 嗯 我来四十年了 我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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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5年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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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十是吧 哦 哦 大爷喝的是 酥鸭面 86岁老大爷 喝早酒 四十年 哈哈哈 每天都来喝吗 一天三 一天三 三顿酒啊 嗯 三百六十五天啊 嗯 哎呀看大爷吃的太香了 嗯 看您吃的太香了 太香了 对 马上我给你来一点 啊 哈哈哈 你来 老板给我来一碗三十五的 好 嗯 稍微送一点啊 哦 稍微 哦 还要回来打包的 但是他们回来吃的 对 稍微送点的 稍微送点的 哦 好的 哦 羊肉带着羊骨 八份羊肉一份鸭蚤是吧 嗯 285 295 辣要吧 辣来一点 来一点小米辣 大蒜叶 蒜 大蒜叶 大蒜 现在在外面 老姜在外面呢 等去饭点 老姜要不要 哦 老姜要 这边怎么吃我就怎么吃 哦 来点老姜 下饭 好的 好 我来跟大爷一起喝一杯 一碗面 一份羊肉 三肉 嗯 白酒随便喝 什么吃 哎呀 舒服 好舒服啊 我妹来想说想说 我这个心事走 你你你跟老爷子 改变 改变 老爷子改变 大爷子 啊 哈哈 祝您身体健康啊 啊 祝您要健康 你看 好啊 我 你乖 味道怎么样 发生要睡着我发里 喂 味道怎么样啊 哎 这个酒好像是米酒 很淡吗 好像 你这种 几度烧酒 几度 他说有42度 我绝对没有了 哎 没有42度啊 你喝酒啊 喝一点啊 哈哈哈 哎 也对洋梅泡的酒 哦 洋梅酒是吧 哦 好一点 好一点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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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因为大哥说这个就不好喝 他给了我一点这个 洋梅泡的酒 这味道好不好 哇 这个可以 啊 不一样不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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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式的羊肉 是带皮 入口之化 葡萄这边虽然用的都是葡萄 但是每个镇 镇的特色不一样 嗯 新式那边就是带皮的 嗯 而练习那边不带皮 八十六岁老大也喝酒 牙口非常 还能吃这 鸭脚 鸭脖啊 昨天吃的羊肉 吃鸭脚 放在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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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京没有 南京没这样吃的 对 大家如果喜欢吃羊肉 糊涂是一定要来的 我吃的吃的 每个镇的味道都不一样 大家都可以喝 如果喜欢喝早酒的话 那就要更爽了 来 敬大家一杯 吃吗 屏幕前所有朋友 都和这位大爷一样的 八十六岁 还能喝早酒 身体特别棒 哈哈哈 来大爷 哈哈哈 第二杯 哎呀 两杯正好是吧 两杯正好 大爷刚才说了 这个酒馆 它是年龄最大的 我们发现了 这边 统一都是带龙夫三卷的瓶子 灌这个洋美酒 这边也是龙夫三卷的瓶子 灌洋美酒 面也上桌了 还有小半杯酒 大家也吃点面 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啊 不休息 不休息啊 哦 这大爷还有两母地是吧 然后吃完了还去种地 搞龙虎 搞龙虎 哎呀大爷身体太好了 大家看一下 菜光 面光 马上酒也要光 两杯 四两酒 好 好 结束 哦 胡州的早酒文化 大家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哈哈哈哈